《环球时报》报道特约记者张杰里程碑是成功,在25日的反导测试中,美国导弹防御局首次双发骑射成功拦截来袭洲际导弹,标志着美国在削弱战略对手洲际导弹威胁领域,已经取得重大进展,引发五角大楼一片欢呼。 此举针对的是谁?韩国朝鲜日报26日认为,针对朝鲜的意图强烈,而俄罗斯则警告称,美国削弱俄战略威慑能力的企图,只能逼迫俄加速新一代洲际导弹的研制,首次骑射拦截成功。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,26日称,根据美国导弹防御局MDA的声明,25日进行的本土导弹防御系统,对抗洲际导弹威胁的首次骑射测试获得成功。 报告描述称,来袭洲际导弹,从太平洋夸甲林环礁试验场起飞后,4000英里外,位于美国本土的加州泛登堡空军基地,接连发射两枚陆机中断蓝鞋导弹GBI,其中第一枚按照设计要求准确摧毁来袭洲际导弹,随后而至的第二枚GBI,既被区分针甲弹头的能力。 他利用传感器扫描来写导弹的碎片和剩余残骸后,发现没有其他敌方弹头幸存,于是选择其中最致命的目标,并按设计进行了精确攻击,以彻底消除威胁。 美国军方公布的拦截弹发射画面,报道称,在这次测试中,动用了位于太空、地面和海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传感器,为指挥、控制、战斗管理和通信CRBMC系统,提供跟踪数据。 后者是美国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大脑,美国导弹防御局,上次对陆基中断拦截导弹,进行前面测试,还得追溯到2017年5月。 针对25日的成功测试,导弹防御局局长萨妙尔·格里维斯,在声明中表示,这是美国首次对复杂的,带有典型威胁特性的洲际导弹,进行骑射拦截。 这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,声明称,陆基中断反导系统,对于保卫我们的家园至关重要。 本次试验证明,即便是对那些非常现实的威胁,美国也具备强大,值得信赖的威慑力量。 美国CNBC网站称,这次测试的陆基中断反导系统,是目前美军现役,唯一可以对付洲际导弹的拦截系统。 尽管它投入使用已超过十年,但这是第一次尝试进行骑射拦截。 骑射拦截更符合实战特性,旨在提高反导系统,摧毁来袭导弹的命中率,以化解敌方导弹释放诱饵等突防手段。 美国国防部更是宣称,本次试验的目的是消除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威胁。 第二枚拦截弹发射,可以看到天空中有两条轨迹。 拦截洲际导弹日益成熟。 接受《环球时报》采访的中国专家表示,虽然媒体上时常露面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种类不少, 但真正可以拦截洲际导弹的,只有陆基中断反导系统。 未来美军海基宙斯顿反导系统,也将具有拦截洲际导弹的潜力。 但是目前技术还在发展中,考虑到洲际导弹,几乎是唯一能真正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战略武器。 所以,美国才如此强调此次拦截的重大意义。 专家表示,这次试射表明,曾被外界质疑的美国洲际导弹拦截系统已日趋完善。 此次试验的主角GBI的外大气层杀伤器,EKV,曾遇到过很多问题。 它被设计用于从助推火箭分离后,利用高速直接撞击的动能摧毁目标。 但这种子弹撞子弹的拦截方式难度极大。 2010年和2013年的测试中都发生过拦截系故障。 在2013年7月的测试中,杀伤器甚至未能与助推火箭分离。 防务新闻称,直到2014年6月,导弹防御局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拦截测试。 GBI的试射成功记录,才首次超过50%,即17次测试中,取得9次成功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25日的试射中,GBI首次命中,并摧毁洲际导弹级目标。 而在以前测试中,充当把弹的都是接近洲际导弹速度的远程弹道导弹。 防务新闻称,此次其射测试,增加了美军对EKV的信息。 当前美国导弹防御局,正在研制重新设计的杀伤器,RKV,同时还在开发一种可命中多个威胁目标的多目标杀伤器,MOKV,进而实现同时拦截大量来写导弹的能力。 假想目标究竟是谁? 专家表示,尽管取得重大进展,但此次拦截的条件设置仍比较简单。 目前,GBI只能应对数量有限的洲际导弹。 韩国朝鲜日报明确表示,这次试射就是针对朝鲜。 朝鲜在2017年11月发射火星-15洲际导弹,宣布具备打击美国本土全域的核武力。 而后美国总统特朗普,在今年1月的国防部演讲中,宣布将加强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,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认为,这是美国针对朝鲜等假想对手的关键测试,此次反导试验中拦截弹发射画面。 不过在俄罗斯看来,美国加强对洲际导弹的拦截能力,已经削弱俄军对美战略威慑。 2001年,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时曾许诺,部署的反导系统,只针对流氓国家,不会对俄罗斯的核威慑构成威胁。 但如今美国打造的多重导弹拦截网和不断升级的洲际导弹拦截能力,不断削弱俄军现役洲际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。 美国这次反导测试已经证明,当前俄洲际导弹采用的诱饵甲弹头、电子干扰等技术正逐步失效。 一旦MOKV技术成熟,就连多导弹骑射,也难以突破美反导防御。 俄军事专家瓦西里卡申多次警告,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,俄罗斯必须加速新型洲际导弹的研制和装备。 接受采访的中国专家表示,和大国发展的新一代洲际导弹突防手段多样, 甚至采用在大气层边缘飞行的高超音速滑翔弹头。 目前的GBI很难应对,但美国不断升级反导能力的做法,值得警惕。 太空中负责拦截的外大气层杀伤器,环球时报驻希腊特约记者杨曼于,希腊25日庆祝独立日。 土耳其战机被只赶来加系,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称。 自己当天飞往阿加索尼西岛,参加庆祝活动时,土耳其战机却越境骚扰,使自己的直升机不得不低空飞行。 据希腊美日报26日报道,得知总理直升机被骚扰的消息后,希腊空军赶紧出动F-16战机,进行拦截驱逐。 希腊军方发言人称,在希腊战机升空时,土耳其战机距离总理的直升机仅有6,5公里左右。 在安全抵达阿加索尼西岛后,齐普拉斯在发表演讲时提及此事。 嘲讽土耳其飞行员,可能想参加希腊独立日的庆祝活动,但这样的行为愚蠢,且毫无意义。 只是在浪费燃料。 希腊州议举行活动纪念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独立战争。 而后者正是土耳其的前身。 齐普拉斯称,希腊政府一直致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。 作为总理,就算需要游泳,也会去视察最偏远的岛屿。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该国安全部队的话说, 土方战机当时只是在执行例行任务,没有威胁希腊总理的直升机,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图。 这一说法并没有凭西亚点的怒火。 希腊电视台SKAI称, 希腊外交部准备向土耳其政府,发出措辞强烈的抗议声明。 阿加索尼西岛,位于爱琴海东部,毗邻土耳其。 希腊和土耳其都认为这是本国领土。 希土两国在爱琴海岛屿归属、领空、大陆架划分上存在着巨大分歧。 曾爆发濒临战争的严重危机。 希腊新闻网希腊报道者称, 希腊外交部表示, 土耳其军机几乎每天都在侵犯希腊领空。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称, 希腊空军在去年增豪至10亿美元升级F-16战机。 希华时讯称, 希腊前国防总参谋长阿波斯托拉基斯, 去年警告称。 环境下部位容计。